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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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生命梦想家颁奖礼 继粉红丝带盛典在上海开启 演员桃红 陈树 海青 以及奥运冠军刘璇 罗雪娟等人齐齐现身 呼吁女性群体要关爱自己身体 那么在现如今繁忙的工作中 究竟要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我主张内外兼修 首先呢我们不得不承认 就在今天高压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 我们的身体真的很容易糟糕 所以必须要平息检查 必须要相信医学的力量 除此之外呢 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包括瑜伽 健身 作息 养生 节气等等 也都是我平时关注我们自己在实操的 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不仅仅只限于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也是同样重要 其实健康就是真的很好地对自己 对自己的心灵 对自己的生活 心理的健康是比较难一点的 就是你会看不见摸不着 你得去自己真的去寻求 爱健康不是说 哎呀多吃一点好吃的 多睡觉或怎样 其实爱自己是给自己很多的机会 让自己能够把内在的给点燃 让自己变得更有活力 也让这个生命变得更加励 乐凡天综合报道 哎相信看完这段之后呢 我身旁的谷主播 可能有很多话想说感慨万千 对不对 我跟你讲真的 女性的健康 什么健康 身体心灵 你知道真的 我觉得现在妈妈特别不容易 你看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宝宝 又要做饭 打扫 洗衣 好像所有的事情 你都要做 这个时候就发现 很久没有听自己心灵的声音 很久没有关注自己的身体 我真的觉得 女生你要照顾好家庭 照顾好工作之外 还要爱惜自己的健康 除了你们自己要爱惜自己 作为你搭档 我们男生的也要爱惜你 明天后天 你都不用来上班了 我来顶行了吧 这不是爱惜好不好 我要坚守我的岗位啊 开玩笑了 我觉得再苦再累呢 也不能磨灭 每个人的奋斗目标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一部电视剧呢 讲述的就是青年奋斗的故事 名字叫做 《格林威智时间》 聚焦留学青年 创业奋斗的电视剧 《格林威智时间》 日间在北京举行开机一事 陈学东 贾青等一众主创 亮相现场助阵 曾经出演过 诸多影视作品的陈学东 当天活动上也是非常兴奋 多次表示 终于找到一部 自己很满意的电视剧作品 因为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很兴奋 因为这剧本 其实真的会 耗费了我大概 很长的时间去思考 这个应该怎么样 然后大家聊完了 没错 大家在一块探讨了 三四天之后 我回到家再看的时候 又有不一样的发现 又有一些 没错 为了更加真实地 反映留学青年的真实情况 该片不仅将远赴 英国取景拍摄 还融入了众多 当下流行的话题和元素 这也难怪 陈学东采访时透露 该剧剧本十分烧脑 是一个可能 中国的历史 英国的历史 两国文化的交流到 现代 然后再到一个 未来的科技的发展 全部都串联在一块 有神秘的东西 也有科技的东西 也有商业商战的东西 也有情感的东西 有父子情 亲情 爱情 兄弟情 其实所有的 我觉得因为这个 我说很复杂 很伤脑 是因为他所有的东西 都在里面 然后串成一条线 让我们去理解的时候 需要我们全部都捋顺了 能让观众看得明白 然后这个戏也不是那么简单 能看得明白 对 今日演员杨景华出席新剧 镜子森林特影会 该剧以新闻媒体生态为题材 在剧中饰演记者的杨景华 也被拿来与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 贾静文饰演的新闻编辑作对比 对此杨景华表示 每个作品和角色 都是他的独特性 一直以来在演艺事业上 不断坚持和突破自己的杨景华 此次在剧中所饰演的记者一觉 也是一直处于高压之下 不知道结束工作后的杨景华 会有哪些安排呢 一收工后 就是回去赶快休息 然后尽量回到就是 自己本身的生活状态 但是你说你在长期 跟这个角色相处之下 多多少少你是跟他并行 在相处的 但我相信 我可以控制得很好 近日电影《疯狂的王二》 在上海举行开机发布会 一众主创亮相现场站台出阵 该片主要讲述了 小人物王二追求梦想 永不止步的励志故事 除了有正能量的故事情节外 影片的演员阵容也是非常让人惊喜 尤其是徐少强 杜玉明 梁佳仁这三位 老牌武打演员的联媚加盟 让影片颇具开店 对于三位而言 此次都是一个新鲜的尝试 因为此前他们演了众多的武打戏 有大英雄又大反派的角色 出演戏剧电影却还是第一次 当天在现场 他们就和大家分享了参演的心情 演戏剧 没有光是看我 其实我动作派打很厉害 我的强项是动作片 但是这一剧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这个角色对我的吸引就是什么呢 就是真的打理我 说这个角色没成功 因为我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 一句 这日演员刘浩然现身上海 为某珠宝品牌活动站台助阵 前不久由刘浩然主演的电影 《唐人街探案3》正式杀青 该片也将在大年初一和影迷们见面 非常引人期待 刚刚在剧组里度过了自己22岁生日的刘浩然 又一次在唐人街探案剧组庆生 他也是相当感慨 因为我觉得日子其实是过得很快的 然后今天在 因为某珠宝品牌那天 刚刚我们在唐人街探案3的剧组里 然后大家还了解 因为其实我在拍摄唐1的时候 18岁 然后拍摄唐2的时候 在剧组过20岁生 然后拍摄唐3的时候 在剧组过22岁生 其实日子一天一天 其实顺利范 现在四五年已经过去 那我觉得自己也很清楚 建议自己的成长 咱们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刘浩然表示会稍作调整 从而迎接更多挑战 可能会先休息休息 然后把自己从长时间的工作状态里 先脱离去 因为其实今年分开已经工作蛮久 而且接下来我觉得有更多 没有意义的事情消息去做 我觉得不管是一些现实案 还是学校的学习 然后那所以说 接下来可能会给自己一段时间 收走的日子 然后让自己谈谈 所以接下来的学习的工作 近日陈冲 许晴 蒋青青等人 一同现身上海 为某品牌活动站台宣传 当年在活动现场 几位演员和大家透露了 接下来的影视计划 实力派演员蒋青青坦言 接下来会和老公陈建斌 一起做好电影 而题材方面可能会和珠宝有个碰撞 我觉得未来的路还要很长 我希望接下来有更多 就是我会跟先生一起做更多 关于好的人们的电影 然后也希望跟珠宝有一个碰撞 因为在全世界有很多著名的 关于珠宝的电影 什么戴珍珠耳环的女人 还有珠光宝器 很多都跟珠宝会有关系 所以珠宝女人电影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希望以后会有这样的剧本 乐凡天综合报道 女乐剧重生 在线为爱重生的真实英雄故事 我们经过这十多年的坚持和努力 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 广告之后欢迎来到 玻璃海台乔麦四岁 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凡天 我是小金神 大家好 我是郭祥 最近在我们福州正在进行的 就是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 有很多来自中国各个地区 地方的剧种 都是在我们福州展演 当然了如果喜欢这些戏剧的朋友 可以走进我们福州的大剧院 来看看这些好看的戏剧 我觉得现在文化产业 真的是百花齐放 既然很多人除了去观看电影之外 其实很多人更愿意选择 去剧场里面看看音乐剧 包括一些舞台剧 因为很多这种剧 都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 比如接下来介绍两部音乐剧 也是非常不错 一起来看看吧 音乐剧重申在北京举办启动发布会 重申以我国一线缉毒民警 罗金勇及其妻子 罗应珍为原型创作 在线他们的感人事迹 当天活动现场 英雄人物罗金勇 罗应珍也来到了发布会现场 还没有完全康复的罗金勇 依然努力地跟大家问候 我们经过这十多年的坚持和努力 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 都是在这么多人的帮助和努力下 才能走到今天 就希望罗金勇能够好好的 好好的我们一起努力 也感谢你们天爱的 而在结束了舞台上跟主持人的访问 罗金勇依然是铁骨铮铮的作风 一定要自己站起来向大家敬礼 这样真实的故事 要搬到舞台上演 对于音乐剧创作者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本次担任音乐剧作曲 音乐总监的老仔 就坦言 这种原型人物的故事 比没有原型故事更难写 我们以前觉得这种故事 如果没见过这个真人的话 跟你说你就会不信 需要艺术作品 像一个马虎一样 给他心灵的插 他能归这个插去 露出本来的那个 就是最纯真的东西 作为一个艺术剧创作 虽然他是爱之一生 我叫高医生 但说起来很简单 我觉得是需要用心灵去感受 这个故事 也要把自己最大的准备 去把这个故事 用音乐给他献合 近日音乐剧水药日 全体主创奇剧上海 提前于剧民们见面 导演高瑞嘉 协议众主创 悉数亮相现场 第二轮归来 水药日新增了 二哥哈尔曼的视角版本 双版本在形式上 分为汉斯大哥和二哥哈尔曼 作为不同的故事讲述人 当天导演高瑞嘉 细细分享了双版本的不同 这些人是当年怎么样面对了这些伤痛 以及他们在回忆 他们所有的其实都回忆起来之后 他们如何能够带着这些伤痛 幸福走下去 所以说我觉得 更多的是在美的这些人身上 那二哥版本就更着重地 到这个人身上 还有就是有一些的呈现 比如说以前有一些 比较形式化的呈现 那二哥版本可能会改变一下 也有的 这些变化 其实我觉得变化还是挺多的 新增了二哥视角的版本 其他角色自然也要有所调整 看来新版本对演员们 是个不小的挑战呀 其实在二哥这个版本里面 它多了一些感情线之后 有一些地方 会是大哥版的处理的一样 所以可能需要这个安娜 但某一些地方会需要 软下来一些 会有弱一些 中间 其实我还是做了很多 思考的调整的 有一些调整是有些变化的 就是跟之前比的话 他们的走位 会跟以前 会跟大哥版本里 会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改变 除了这些剧本变化外 在原版阵容基础上 二轮巡演更是注入了 许多新鲜血液 其中大哥汉斯饰演者 增加了大学生张伟伦 还没有毕业就被导演选中 张伟伦也表现得十分兴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第一是长得老 然后第二身体就比较低沉 所以说可能年龄感 就比较好一些 乐凡天综合 欢迎来到玻璃海台 墙面翠翠娱乐显文静的环节 这大问题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证据答案就是许凯 恭喜一下的朋友获得是玻璃海台提供的大礼包一份哦 好的 接下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节目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拿着海归玩偶的这个人是谁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乐凡天的官方微博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就已经获得海的味道 我知道玻璃海台所提供的大礼包一份咯 是的 节目最后呢 告诉大家如果想得到更多的音视频资讯的话呢 可以登陆一下网址 或者呢可以手机下载我们海博TV就可以咯 好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会在娱乐乐凡天 咱会咯 再见咯